DF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日经2.25指数在星期二早盘大幅反弹 涨幅一度超过10% 这一天的强劲表现是对前一天股市暴跌的反应 星期一日经指数创下了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12 在全球市场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中 华尔街几乎所有股票都大幅下跌 标普500指数下跌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 此次抛售源于上周五发布的就业报告 显示美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引发了对美联储高利率政策 可能导致经济过度放缓的担忧 尽管如此 亚洲其他市场星期二早盘表现较为稳定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 韩国K1页死数上涨3.5%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美国政坛正经历戏剧性变化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一次暗杀企图中幸存 并变得更加积极 与此同时总统拜登退出竞选 转而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哈里斯迅速赢得了代表们的支持 并在一周内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捐款 尽管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初期取得了成功 但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面临挑战 尤其是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民主党内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美国人对拜登政府的政策感到不满 威胁如果哈里斯继续奉行拜登的侵占政策 他们将抛弃他 他们则必须在10月大选前明确表态以争取这些选民的支持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试图缓解中东紧张局势 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并与约旦国王通话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活警告 如果遭到伊朗或其代理员的攻击 以色列会施加沉重代价 白宫强调致力于人质释放和停火协议 但也准备增加当地军事资源 分析师认为 这是个紧张时个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权力人士 呼吁华盛顿对以色列侵略加沙采取坚定立场 约旦外交大臣拜卖萨法迪最近访问德黑兰 拜登与约旦国王讨论了缓和局势的可能性 外交可能是未来最佳途径 因为美国并不直接与伊朗高级官员对话 依赖地区卧权人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2022年密歇根州长格雷琴·惠特默欢迎国宣高科 在该州建设一座价值23 6亿美元的锂离子电池工厂 预计将为大吉流程带来数千个就业岗位 然而这一项目却成为一些美国过会议员和居民的攻击目标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指责该公司的公司 与抢脱劳动有联系 并担心其可能为北京从事借铁活动 国权高科否认了这些指控 随着中美竞争加剧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怀疑也与日俱增 可能破坏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志群和乔治成大学商学助理教授刘立之 均表示 这种趋势可能会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 尽管密歇根州经济发展局表示该项目获得了两党支持 但当地居民的反对声浪仍然很大 项目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一名联邦法官裁定 谷歌利用其搜索引擎的主导地位压制竞争并扼杀创新 这一裁决可能会撼动互联网并阻碍谷歌的发展 法官阿米特·梅塔在长达277页的裁决书中指出 谷歌通过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 将其搜索引擎安装为新手机和科技产品的默认选项来维护其垄断地位 这对谷歌机器母公司Alpha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谷歌几乎肯定会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梅塔的裁决可能会导致谷歌被迫拆除其互联网帝国的一些支柱 或阻止其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 以确保其搜索引擎能默认地位 这一裁决也可能对微软的避应搜索引擎带来利好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微软和谷歌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联合国一项内部调查发现 19名被指控的巴勒斯坦雇员中有9名可能参与了10月7日在以色列南部的恐怖攻击 其余10人没有充分的证据或没有证据或没有证据 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宣布 这9人将被终止雇用 这19人都是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雇员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呼吁关闭 UNRW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辞职 UNRW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重申谴责10月7日的攻击 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哈克表示联合国的调查不是刑事调查 而是查清事实确定内部行政规则程序 是令内部行政规则程序是否被违背 以及可能涉及的责任处罚 这份内部保密报告已于7月31日 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称 随着中国对台湾施压的加剧 美国国会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强调 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增强自卫能力 并与印太盟友共同应对中国试图改变国际规则的意图 达克沃斯指出 北京的施压不仅针对台湾 还包括整个印太地区 如菲律宾 越南 和印度 西亚 他还提到台湾新领导层延长征兵制时间的决定 认为这是一个英勇的举动 显示了台湾人民愿意保贵自己的决心 与此同时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 也探讨了北京的灰色地带行动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大年建议美国应从政治上反击中国 而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准备 在美俄换球后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家属 呼吁政府救助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去认被中国不当拒押的三名美国人士 德克萨斯州商人马克思维丹 纽约长岛的华裔商人 尼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林大卫 家属们对看到其他被关押的美国人回国感到欣慰 但也希望美国政府能积极与中国谈判 帮助他们的亲人早日获释 李凯的儿子哈里森 李表示他们多次要求与拜登总统会面 但未得到回应 马克思维丹的母亲凯瑟琳斯维丹则对政府的关注不足感到愤怒 并表示他将继续为儿子的祸事努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报道了孟加拉国总理谢赫 哈希纳辞职出逃的消息 哈希纳的辞职 是由于大规模学生抗议引发的暴力冲突导致的 抗议者呼吁改革公共服务职位配额制度 孟加拉国军队首领维克 乌兹扎曼将军宣布组建临时政府 并承诺恢复稳定 哈希纳的辞职引发了全国的庆祝活动 但也给予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项目带来了不确定 临时政府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这些协议 以确保透明度和符合国家利益 专家认为孟加拉国的政治过渡 将影响其对外关系 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临时政府需要使用哈 临时政府需要进这情势 以保持有益的关系 同时解决国内对透明度和主权的担忧 美国之音中文网在中东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美国总统乔·拜登于8月5日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了重要会谈 并与约旦国王阿古杜拉二世通了电话 以色列领导人警告称 如果遭到袭击 对方将付出高昂代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尽管伊朗不想加剧紧张局势 但在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被杀后 伊朗有权惩罚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本亚尼内坦·尼亚胡 则指责伊朗及其代理人试图用恐怖主义包围以色列 并誓言在各个方面与他们对抗 与此同时 土耳其和日本建议本国公民 离开黎巴嫩 美国 法国 加拿大 英国 和约旦也发出了类似警告 美国国防部长老外德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 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自卫权的坚定支持 并讨论了加强保护美军和支持以色列防御的军事态势举 五角大楼宣布将向该地区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空中资产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乔纳森·芬娜表示美国的目标是缓和局势 威慑敌人和保卫以色列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七国集团外长 讨论了缓解中东紧张局势的迫切需要 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以色列军方回应真主党发射无人机进行跨境袭击 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真主党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的以色列的以色列 自从加沙爆发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以来 以色列和真主党几乎每天都在交火 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以报复2023年10月7日造成1200人死亡 250人被俘的人质事件 加沙未声不称 以色列的反攻已造成至少39,600人死亡 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的死亡引发了对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调节人能否促成停火以及人质交换的质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用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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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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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